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珊妮 在大盘高位的时候 人人都会恐高 泰斗级股神也不例外的 老一辈股神巴菲特和罗杰斯 都表示出对美股涨幅过大的担忧 罗杰斯说了什么 巴菲特又做了什么 来应对可能来临的美股重大调整呢 有人看空 那就有人看多 多家机构上调了特斯拉的目标价 我们来看看这只股 是不是又具有关注的价值了 请小伙伴赶紧订阳光财经 然后来看看都发生了什么 今天要讲到巴菲特和罗杰斯 一个是老一辈投资家 一个是老前辈投机家 1970年 罗杰斯与索罗斯合作 串立了量子基金 量子基金多次通过 袭击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 而大获全胜 1992年 量子基金袭击做空英镑 获利了10亿美金 1997年 量子基金在亚洲金融风暴中 袭击东南亚国家货币 造成受害国家巨大的损失 不过量子基金的成绩是索罗斯的 罗杰斯个人也极具投资和预测的天赋 1984年 罗杰斯抄底奥地利股市 获利了145%的收益 1987年 罗杰斯大量做空日本股票 大获全胜 1987年 他又一次成功预测了美股崩盘 他们的丰功伟绩停留在90年代 现在的罗杰斯 是一个热衷于骑摩托车 环球旅游的人 一边开着摩托车玩 一边赚钱 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罗杰斯的特点是 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 他头脑特别冷静 等待时机 果断做空 这不 罗杰斯出来喊话 说泡沫很严重啊 在2021年底或2022年 我们将经历一个可怕的熊市 在这篇人物访谈文章中 罗杰斯表达了对泡沫的担心 他和我们一样 担心全球央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 并且将在未来几个月结束 他所说的这件事 就是我们上周末重点讨论的 Taper的问题 在量化宽松政策刹车阶段 美股往往处于震荡和下跌的周期 美元汇率走强 正确市场有些东西 真是无法预测呀 比如明天未涨还是会跌 下一个小时会不会跳水 谁也说不清 而有些东西却有章可循的 央行印钞票的速度只要降速 资产的价格就会显得太高 举个例子 现在的存款利率是0.25% 放在银行实在是超没有意思的 那我们就给他放到股市房地产里头 如果货币不那么宽松了 即使央行还没有加息 银行也会提高存款的利率 来吸收存款 银行存款利息高了 就有很多人不愿意冒风险去股市搏杀 那股市就没有多余的资金补给 货币是中短期决定股市大方向的关键因素了 而上市公司的质量则是决定长期因素 优质上市公司可以跨越牛熊周期 货币政策左右了平时的涨涨跌跌 因此罗杰斯认为 美股在一年内见顶的逻辑 主要还是基于QE缩减的出发点 这一点并没有超过我们的认知范围 至于什么时候缩减量化宽松 那只有美联储晓得了 在谈到石油价格的时候 罗杰斯说电动车发展很快 但要全面取代石油还早着呢 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全球碳米石油储量不断下降 未来还将看到油价大幅上涨 罗杰斯的这个说法倒是给我们一起发 现在中美欧的能源政策日益向新能源方向倾斜 新能源车在风口上 上游供应链个股在A股涨疯了 新能源车龙头特斯拉和造车新势力 为小李交车数据增长很快 为什么大国都主张加快发展新能源 果真是为了环保吗 探明的原油储量有限 能源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这才是这么多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出发点 因此新能源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一个市场潜力巨大 特斯拉潜力不小 我们影片最后会单独更新特斯拉的个股分析 罗杰斯也没有特别指出美股要崩盘什么的 而且从时间上 他设定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对美股的恐高是正常的 大师也恐高嘛 涨多了就减少一些仓位 跌多了就可以加仓 这个是在未来进入正当行情的做法 到时不需要慌张就可以了 与那个全世界什么东西有机会就做什么 既做多又做空的罗杰斯和索勒斯相比啊 巴菲特长期坚守价值投资 是真正意义的股神 在伯克希尔二季报中 巴菲特出售了11亿美元的股票 主要涉及商业工业等股票 具体股票变动暂时要等8月末才能提供 同时巴菲特继续回购伯克希尔的股票 二季度回购了60亿美元 巴菲特手上1440亿美元现金 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 这和我们动不动就满仓杠杆搏一把的赌博式操作 还真是定力完全不一样 有人恐高 也有人看多做多 杰富瑞分析师将特斯拉的目标价 从700美元上调到了850美元 持有评级上调至买入评级 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分析师看多 我们就去做多 在7月份 我重新买回特斯拉 避开了这段难熬的调整周期 剩下的时间更新一页对特斯拉的理解 8月19日将举办AI日 是特斯拉本月大事件 目前市面上进军电动车的厂商是越来越多了 市场在扩大的同时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除了能源替代 电动车最大的想象空间应该是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在电动车的应用 除了给汽车厂商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和垄断优势 还给相关的产业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机会 是以后值得不断更新研究的大方向 人工智能日对特斯拉来说 更期待的是自动驾驶 马斯克说 从长远看 特斯拉不只是汽车公司或者能源公司 还将是AI机器人公司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在证券市场上 汽车公司的估值和能源公司的估值是低的可怜的 通用汽车的适应率6倍 大众8倍 石油股常年适应率是低于10倍的 特斯拉是370倍适应率 要是按汽车和能源来估值 这股价简直是腻了天 但是AI机器人就不一样的 正确市场给人工智能可以给出很高的估值 马斯克有这种高瞻远瞩 是特斯拉在7000亿市值上站稳 并向上挑战1万亿市值的前提 FSD订阅是Full Self Driving服务简称 目前的FSD并不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仍需要司机主动监督 安装了FSD计算机后 车主可以在未来通过无线软件更新获得更多的自动驾驶功能 FSD订阅将来实现1000亿以上的利润 卖车可以威力 打击竞争对手 后续软件服务按月收费 有点像现在的电视机和打印机 电视很便宜啊 预装的Netflix 一开始你可能会很抵触 安装这么多软件要交钱啊 后来一用你才知道 哇Netflix看了就停不下来了 新等元车的江湖大体就会走这样的一条路 软件持续不断收钱 一个车壳一个发弄机几个沙发 28800人民币就可以开上mini电动车 真正能具有垄断优势 实现能工智能将成为行业巨头 十多年前 深圳华强北山寨手机 便宜声音大 跳广场舞特别方便 那会儿苹果手机正以视如破竹的趋势发展起来 似乎一个小摊小贩就能完成的山寨手机 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苹果成为了美股股王全球市值第一 现在似乎谁都想来做电动车 特斯拉有先发优势 有数据优势极有可能胜出 当电动车峰会通用 克莱斯勒等还在向政府讨要政策优惠 才愿意帮助拜登实现汽车电动化的时候 没有被邀请的特斯拉已经高调的走了很远 星链 你发射1.2万颗进轨道卫星 为全球提供更快的互联网服务 SpaceX 你分拆星链进行IPO 地球上空的轨道资源是先到先得 发个卫星占个位置 以后别人要发那就没位置了 这将形成一笔垄断资产 同时天上那么多卫星地球上的一草一木 尽收眼底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啊 理论上星链搞得再好 也不会让特斯拉有什么大涨的机会 但是马斯克把这两者的利益进行了关联 马斯克说星链上市要几年以后 到时收入好预测 上市才有价值 将尽其所能给予特斯拉长期股东优先权 与原来老的科技巨头相比 Fan基本上在最近都串历史新高 特斯拉因为去年太猛 今年到现在还在注底 恐高还轮不到特斯拉 长期的调整有利于筹码的充分换手 自2月开始大调整以来 特斯拉最多回撤42% 换手530% 从调整的幅度空间时间上 特斯拉处于变盘的前夕 换手率530% 说明股东来了一波又一波 没耐心的都走了 有耐心的留了下来 股价最近走到了所有均线上方 半年线有可能是已经站稳 我打算继续持有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精彩观点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